大家好,我是阿慧 让家更温馨 只要你家里有面粉 蔬菜、鸡蛋 就能做出美味的营养早餐饼 作为早餐或者是下午茶都非常的合适 而且全程不用裹面 面不粘手 出锅别提有多香了 5分钟就能搞定 非常的快速、方便 保证你的家人一定会喜欢的 接着就跟着我的视频一起来看看是怎样制作的吧 首先我们来准备一把小葱 洗净后将其切碎 切成葱花 切好的葱花 给它加入到150克的面粉中 再准备一小节去皮的胡萝卜 用削皮刀给它削下来 这样才会更薄 取半根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将这些削下来的胡萝卜叠在一起 可以切成你喜欢的形状 直接给它切成细丝 再给它切成小段 因为做饼太长的话就不方便 它会容易长在一起 你也可以把它切成丁 切好后给它装入面粉的碗中 再来准备一节甜玉米 取其中的一节 大约是一个十指的长度 然后我们把玉米粒全部给它切下来 下来切玉米非常的快速 只要第一排切下来之后 后面每一排都能非常轻松的把它切下来 把玉米粒抖开来 接着将玉米粒也给它装入碗中 最后来准备孩子们喜欢吃的香肠 给它去除外皮 然后给它斜切成片 再给它切成细丝 最后给它切成小丁 切好以后 一起加入面粉的大碗中 接着我们再来准备三个土鸡蛋 敲入碗中 这样营养一下子就上来了 接着我们来调味 碗中加入三克食用盐 一克十三香 大约两克白砂糖 再加两克味精 不喜欢的话可以不加 接着我们按一个方向 给它搅拌均匀 然后少量多次的加入清水 先是加了100克 全部给它搅拾化开之后呢 我们用四根筷子 给它按一个方向 快速的搅拌 大约搅拌个两三分钟的样子 使面散筋 这样我们吃下来的面饼 才会更加的筋道 朋友们现在面不是搅了两三分钟的状态 已经起筋了 我们再来第二次加入清水100克 家里有纯牛奶的话 也可以加纯牛奶 给它调成略稀的面糊 你看这面糊的状态 它是比较稀的 像这样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来烙饼 我们先把锅给它烧热 今天我们来做两种版本 一种是软的饼 一种是硬的饼 首先来做软的饼 锅中喷入适量的食用油 带油温上来之后 给它舀上一勺的面糊 面糊的量不用太大 够它一个饼就可以 全程用中火 给它一面烧至定型之后 再给它喷上适量的食用油 我们给它翻面 这样少油吃的也是非常的健康 两面煎至金黄之后 即可出锅 这样做的面饼非常的香又软 你看看这饼皮 给它粘入盘中 接着我们来分享另外一种 比较酥脆的版本 这个版本我们用到的油 就会多一点 在锅中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当然你可以选择 自己喜欢的版本来做 油温上来之后 来加入适量的面糊 这个饼我们就给它煎得小一点 一面精致金黄之后 翻面 这样煎出来的饼皮 非常的酥脆 像这样和一种面糊 就能吃到两种饼 是不是特别特别的简单 方便 而且可以满足家人的多种需求 一分钟后 粒油给它捞出 好了 美味的鸡蛋饼就制作完成了 非常的简单 几分钟就能搞定 不用和面 不用发面 不用揉面 面不粘手 简简单单 就能做出这么美味的鸡蛋饼 而且有好几种做法 这个是酥脆的版本 而且鸡蛋饼里面有昏又有素 非常的营养健康 焦香酥脆 孩子们也是喜欢的不得了 自己用的上等食用油 吃的饭心 安心 这样做的面饼真的非常的香 焦香酥脆 边上就跟天妇罗的味道 非常的香 你看看 用这样做的小饼 真的非常非常的香 喜欢的朋友一定要去试做看看哦 这种是软饼的版本 更适合爱健康的人士 朋友们 制作视频不易 阿慧每天都会分享简单食用的家常菜 要是这个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请记得给阿慧点个赞 或者评论转发一下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和鼓励 如果这个视频你也喜欢 赶紧点赞收藏 想吃不会做 随时都能找到我 好啦 今天的视频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见 视频的最后 祝大家 三餐四季烟火暖 四季皆安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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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